新北市五谷区的新增里内的乔越公司 利用楼顶的空间建造了一座太阳能鱼菜共生系统 让小空间的绿屋顶变成了员工休憩、疗愈的小天地了 当地里长希望从乔越公司开始做起 推广绿屋顶到里内的每一个角落 为在新北产业园区五谷新增里内的乔越公司 在楼顶新建一座太阳能鱼菜共生系统的绿屋顶 25号举行启用典礼 邀请当地里长及工程相关人员到场共享宣举 今年2022年是我们乔越的这一个ESG的启动元年 那鱼菜共生这个是为了我们这个环境永续而设立的 也是可以增进我们在员工的一个休闲休气的一个活动 在这12年来对整个环境保护跟环境教育的推广 不予以利 透过这样子的推广 我们也很高兴在新北产业园区 新增里辖区里面 我们乔越企业也做这样子的一个绿屋顶的推广 达成整个企业的社会责任 乔越董事长杨天祥表示 公司相当重视环境永续发展 利用楼顶空间建造这座太阳能鱼菜共生系统 不仅美化环境 也降低屋顶表面温度及室内温度 来到这里除了可以观察到菜籽生长情形 更可以结合环境教育场域 让小空间的绿屋顶变成了员工休憩疗愈的小天地 那我们对于这个环境永续是一个非常在乎的 非常重视的 所以这个生态池也创造了我们公司很多员工 大家的一些认识环境的一些保护 跟这一个他们的收成的一些喜乐 员工可以在休息的时间点到屋顶来种种菜赏赏鱼 这个部分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环境教育推广 逐步的从点线面推广到新增里的各个角落 新增里长郑国荣表示 12年来对环境生态推广不遗余力 判借由巧月公司的绿屋顶为一个点 逐步推广至里内的各个角落 共同为地球永续的环境尽一份心力 记者胡宇轩无故采访报道